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民官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接著下來 若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對 我們來炒一個干貝的 很甜的一個蝦子 那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用藍鑽蝦下去做烹調 然後我今天會炒的一個 就是也是港式的一個SO醬 然後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蝦子 跟袋子稍微煎一下 好 我們讓鍋子的熱氣上來之後 加上一點油 那因為我們要讓蝦子的香氣出來 所以我們用煎的 那大部分都會過水 可是我建議就是用煎的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煎蝦子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鍋子也是把它稍微 加一點油下去 我們要事先先炒一下我們的這個 紅椒 黃椒 紅椒 黃椒經過就是油炒之後 它會產生自然的甜分 你在烹調的時候 它的熟成也會比較快 所以稍微煎一下 好 然後在煎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到蝦子也不能過熟 如果你過熟的話 它的老化就會比較快 好 其實蝦子煎了之後 它的那個海鮮天然的香味會出來 它的甜度也會拉高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我們這個袋子 也是一樣放下來煎 因為袋子它本身就是含水量會比較多 那你可以用一個方式就是 先用熱水稍微把它浸泡一下 它在煎的時候它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熱水泡有沒有要注意溫度跟時間 其實溫度到100度的時候 你就放下去給它泡一下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10分鐘就可以了 好 來 然後這個給它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子它會產生 有一點點油香味的一個感覺 好 海鮮慢慢給它煎 然後你看我們袋子下去 它有一點點的水分 對 所以炒這一道菜唯一的原則 不能加水 因為要讓它這一個 用它天然粗的湯汁水分 對 所以你看它這個海鮮的味道都出來 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炒了 我們爆香蒜頭 蒜頭先下來 然後再過來我們的一點辣椒去做提味 然後港式的SO醬跟海鮮很搭 我們今天師傅炒SO醬 那20O醬先下來炒 經過烹炒的這樣的一個醬汁 它會產生自然的我們講香氣 那這個是蠔油 對 一定要加蠔油 然後醬油 我覺得香港師傅 SO醬跟蠔油就是雙胞胎 對 百搭 師傅剛剛還加了微微少量的糖 對 因為加蠔油下去之後 你一定要稍微加上一點糖 去綜合一下它的那個顯度 好 那蠔油它本身 味道會比較重鹹 那你加上一點點的糖 它會稍微稀釋一下它的鹹度 好 這時候炒的時候你要烤到 它有一點點油醬香的那種感覺 那你在炒菜的時候 它就會巴得很近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 煎好的這個甜椒 蔬菜 甜椒跟木耳 木耳下來 木耳用新鮮的 它直接這樣子炒 它的味道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吃 你要讓蔬菜掛上它的味道 對 所以它那個醬油香要炒出來 對 所以你看它就掛住了 不用去勾芡 你有沒有看到它容易上色了對不對 對 白木耳變醬木耳了 對 而且它因為面積大 所以它沾染那個調味料就會入味 沒錯 那我們煎好的這個海鮮的湯汁 直接倒進來 好 我們再把海鮮跟這個食材 有拌炒在一起 那海鮮的湯汁肉這個最鮮美 所以一起拌炒 對 然後就拌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起鍋之前 一定要加上一點點的 這是什麼 燒心酒嗎 燒心酒 聰明 對 然後起鍋再加上一點點胡椒粉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 我不能對著黃色的酒講米酒 對沒錯 因為米酒是透明的顏色 對 因為炒的時候這樣加燒心酒 它的味道就會特別的好吃 而且我不能錄這麼多集 還連黃酒都不會分 柯君你們在那邊會嘲笑我 不會不會不會 還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再搭上一點蔥跟辣椒 就可以來上菜喔 它是那個XO醬 就有點辣辣的 鹹香鹹香的 那我們剛剛講腸道的健康 其實我們講到那個腸裡面的一些菌種 那這些菌種的食物 其實就是我們的膳食纖維 那裡面加了木耳的話 其實它就是很好補充很多的膳食纖維 那木耳的話一般 像我自己都煮甜湯 我其實沒有把它放在那個鹹的料理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吸了這個醬汁喔 所以它吃起來的話非常的好吃喔 它就把這個料理的風味 轉成另外一個那個樣式喔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就是用白木耳啊 加入你的料理 然後就是讓它變得更有風味 然後再檢查一下 然後再檢查一下